第29题,4个振动源分别在同一环境中产生声音 他们所产生声音的特性如表所示 下列有关他们产生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叙述何者正确 A,丙所产生的声音人耳无法听见 人耳听觉的范围是20到20000赫 低于20,高于20000赫,我们人耳听不见 那我们的丙的产生声音是30赫兹 在人耳听觉范围内,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听见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丁所产生的声音传得最快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了 同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甲乙丙丁的传播的声速是相同的 并没有所谓的丁比较快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甲所产生的声音响度最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上面所显示的数字 丁的响度是80分贝 那么它的响度是最大的 所以选项C说 甲所产生的声音响度最大是错的 那么选项诸说 乙所产生的声音音调最高 音调就是跟频率有关 频率越高,音调就越高 那么我们的乙的频率呢 15000赫兹是最大的 所以它的音调是最高的 所以选项诸是对的 第二九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它们产生的声音 在空气中传播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疑所产生的声音音调最高